溥仪是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 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 光绪帝去世后 年仅三岁的溥仪便被慈禧太后推上帝位 但是好景不长 三年后溥仪就被逼退位了 直到1917年 溥仪十二岁的时候再次登上帝位 可惜没多久清朝就灭亡了 1967年 溥仪因为尿毒症在北京逝世 享年61岁纵观溥仪的一生 起起落落又充满了传奇 那么61岁的末代皇帝溥仪 逝世后究竟留了多少遗产呢 真实的数字令人难以相信 大家好 这里是人文历史说 如果你对视频内容感兴趣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一定要记得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作为皇帝 过的本应是养尊处优的生活 可末代皇帝溥仪却和其他皇帝不一样 溥仪的一生充满的曲折和坎坷 从他出生那一刻 他的生活便由不得自己支配 直到晚年时期 才真正异议地过上了属于自己的人生 早上光绪帝病重的时候 慈禧便下令将溥仪养在宫中 直到光绪帝去世 1908年 年仅三岁的溥仪便被慈禧太后推上地位 三岁登基的溥仪根本什么都不懂 那时候的朝廷都是由摄政大臣在封和龙玉太后掌管 但这两人其实根本没有担当大任的能力 这也是造成清朝一步步走向衰败的原因之一 直到1912年 袁世凯带兵逼宫 溥仪宣布退位 颁布退位诏书 就此 溥仪的第一次皇帝生涯结束了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也宣告结束 1917年 前清宜臣张勋率兵政变 宣统复辟 年仅12岁的溥仪便再一次被迫登上登位 依旧没有实权 只是个利用的孩子 可没过多久 张勋被被讨伐逃往荷兰使馆躲藏 而溥仪在这次12岁的登位中 也仅仅只是做了12天的皇帝 就被迫退位了 1919年 在庄士敦的教导下 溥仪开始学习英文 地理 数学和世界观 眼界得到开阔的溥仪开始穿起了西装 但是遭到了许多保守人士的反对 因此溥仪想要离开紫禁城的心更加迫切了 1922年 是溥仪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年 那一年溥仪大婚 先后有了一妃一后 妃为文秀 被封为淑妃 但这位淑妃并不受溥仪的宠爱 在1931年 文秀正式向溥仪要求离婚 也就是有名的刀妃革命词事一出 宫内王公大臣已经溥仪自己都十分震惊 最终 这场革命也以判准溥仪与淑妃文秀离婚而告终 皇后婉容比淑妃文秀后一天入宫 但是与文秀不同的是 婉容非常受溥仪的喜爱 不管去哪溥仪都会带着婉容 形影不离 婉容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后 但是由于溥仪的身体原因 两人婚后一直没有孩子 1924年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 废除帝号 轻视迁出紫禁城 驱逐溥仪出宫 婉容也遂溥仪离开紫禁城 后来婉容鸦片成瘾 又与淑妃文秀不合 刀妃革命事件爆发后 溥仪便将此事罪责全部推到婉容身上 因为吸食鸦片 婉容也变得精神涣散 体态苍老 被溥仪嫌弃 因为种种原因 婉容最后也选择了自我毁灭 1934年 当时日本人秘密地将溥仪从天津运往了东北 日本人帮助溥仪在东北长春成立了维满洲国 而溥仪也就此成为日本人的傀儡 溥仪作为维满洲国的皇帝 这也是溥仪第三次当皇帝 但这次登位之前和前两次一样 只是有个皇帝的称号 并没有属于皇帝该有的实权 不过这也是溥仪在位最久的一次 整整当了12年的皇帝 在这12年里 溥仪也迎娶了他的第三位妻子 谭玉玲 并被溥仪封为降贵人 而这位降贵人也被称为溥仪的最爱 可惜这位降贵人却红颜薄命 年仅23岁便去世了 对此溥仪悲痛不已 在这12年间 溥仪也想过逃跑 但是当时的维满洲国禁卫队 早被日本关东军收买 所以溥仪的逃跑计划均以失败告终 直到1945年 维满洲国政权覆灭 日本投降 溥仪颁布退位诏书 这也是溥仪生涯中颁布的第三次退位诏书 也是最后一次 后来改造后 溥仪成为了一位公民 开始有了自己的工作 靠自己的双手赚钱 1967年的时候 溥仪因病在北京去世 享年61岁 据说 溥仪死后只留下了一封万字的遗书 一块钱还有一个衣柜 还有很重要的书 我的钱半生 这就是末代皇帝的全部遗产了 而溥仪在遗书上写道 我只留下一块钱的遗产 我对我的妻子李淑贤十分愧疚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